第五章 法洛瓦王朝的法兰西 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 卡佩王朝曾促使法国成为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然而他所取得的所有成就 看来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都受到破坏 接二连三的大规模瘟疫 饥荒给法国各地造成了难以计数的问题 在于英格兰的百年战争的最黑暗的日子里 国家的生存看来成了问题 百年战争是1337年至1453年 发生了类似当时德国出现的分裂也大有可能 王朝幸存下来 尽管传到了庞系的法鲁瓦家族 并能够再次建立强有力的政治体系 一个结束与英格兰对抗 加强对法国社会控制的体系 然而新生的国家很快又卷入反对西班牙和奥地利的 哈布斯堡家族的争夺欧洲统治权的冲突之中 于幻想的辉煌时刻 伴随着文艺复兴的文化涌动 接踵而来的是冲突和分裂 马丁路德于1517年在德国发动的基督教改革运动 分裂了法国社会宗教的团结 新的内乱浪潮即宗教战争 就是1561年至1598年 使其影响进一步加剧 而法国则毫发无损地胜出 幸存者通过改朝换代终于诞生了 就是法鲁瓦王朝的末代君主亨利三世 传位于庞系波旁王家族的第一位国王亨利四世 第一节从好年景到坏年头 自1328年起 卡佩家族婚床上传奇般的好运气一去不复返 拥有11个毋庸置疑的儿子的王系 在美男子菲利普的统治之后宣告宗旨 菲利普的三个儿子 路易十四、菲利普五世和查理四世先后在位 路易十四是1314年至1316年 在位 菲利普五世是1316年至1322年在位 查理四世是1322年至1328年在位 但无人留下长寿的男士 有关继承人争论的结果 是最终选择了美男子菲利普的侄子 菲利普、德、法鲁瓦 他的网号为菲利普六世 是1328年至1350年在位 菲利普、德、法鲁瓦登上宝座后发生的制限之争 表明了争夺政治优先权的潜流 律师们便称英格兰金雀花王朝的国王爱德华三世 更有资格继位 他是美男子菲利普的外甥 血管中留的是圣路易的鲜血 封建继承的常规法律是允许将封号传给女性继承人的 即使法律禁止他们使用自己的姓氏 但反对英国这一继承权要求的原因 部分是由于政治精英中日益增长的法兰西身份感的酬因情节 宫廷法律专家也追溯回顾克罗维的萨利克法和法兰克人 反对将王位传给女性继承人 当时萨利克法只不过像是古董玩意儿 然而从那以后 他就成为王国宪法的基础 并使王后执政或是传位于女性继承人的可能性完全排除 所以法洛瓦王朝的开创 不仅表明法国政治身份意识的发展 同时他也表明和确认了 如我们所看到的性别关系上的变化 菲利普六世的合法地位 足以诱使爱德华三世 在1329年向法国新国王致敬 但这只是英格兰国王暂时的想法 当菲利普六世试图效仿菲利普奥古斯都 对付英格兰的约翰所采用的战略 指称爱德华是最诚 并企图没收他在捷纳的土地时 爱德华进行了激烈的反抗 1340年 他宣布菲利普六世为篡位者 并给自己的头衔加上了法国国王的封号 法国和英国之间的百年战争开始了 百年战争是1337年至1453年 法罗瓦王朝和金雀花王朝之间的国际战事和王朝之争 出现在形势最为糟糕的时候 在14世纪的头十几十年中 以中世纪繁荣为基础的经济循环走到了尽头 造成经济下滑的某些原因是偶然的 然而因为它们正好同时发生 从而变得更加严重 例如香槟的集市在1310年后走向衰落 这是由于意大利商人更喜欢借到阿尔比斯通道和莱茵河水道 或者经过直布罗托海峡从海陆抵达低地国家 英国也从弗兰德斯和加斯科涅崛起成为法国的商业对手 中世纪人口增长 取决于是否能够通过开垦土地 以及借助技术和经济发展提高生产率来扩大粮食生产 相对当时的农业技术而言 13世纪的粮食产量看上去已达到了最高水平 人口增长导致闲置的土地被开发耕种 而一代或几代人的持续密集耕种不可避免的耗劫地利 14世纪30年代后期在洛林继续进行着开垦土地的计划 70年代多菲内地区仍在建造城堡 但更明显的是 自13世纪30年代起 这些项目却在巴黎地区消失了 人口增长意味着土地的划分 低于自给自足的生存水平 农民日益依赖市场的生存 面包价格大幅度波动 造成需求下降 对贸易和制造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1315年至1317年间 法国经历的饥荒 当时的目击者记载了犯罪猖獗 惊献人吃人的现象 并不单纯是恶劣的气候造成的结果 这也是一个社会已经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面走到尽头的症状 饥饿运于不满 不满运于反抗 动乱和寻找替罪羊 1321年发生了大规模攻击麻风病人的事件 这些人应在 戈兰纳达的穆斯林国王策划的阴谋中 向警钟下毒而被抓获 在城市里 对控制城市生活的城市贵族敌意日增 杀害搞金融欺诈的犹太人的事儿时有发生 1349年在斯特拉斯堡有2000名犹太人被杀害 1323年至1328年间 在富兰德斯乡村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矛头指向农村的庄园组 起义以农民血流成河而告终 在1328年的卡塞尔战役中 富兰德斯公爵杀害了1.2万至1.5万名起义者 但于1358年镇压亚克雷起义 因贵族称其农民为亚克而得名 与1358年镇压亚克雷起义的规模相比 却又相形失舍 当时法国北部农民袭击领主并焚烧城堡 在社会灾难的前兆中 税务官的身影隐约出现 1341年开始征收盐税 在14世纪50和60年代 税收成为法国国王朝成们前代中的定期收入 统治者们还操纵钱币价值来平衡收支 在1358年至1360年间 铸币的变化不少于22次 金融领域出现了反对派 14世纪80年代 在鲁昂 阿莱勒暴动者开玩笑的选举一位裁缝 为他们的国王 巴黎 前锤党人用千锤赶走了税务官 夏朗格多克的城市 皮卡尔迪和香槟都发生了城市抗税暴动 更有甚者 当时的社会状况 也由于相隔六个世纪发生的黑死病 就是零八线鼠疫的出现 而一片黑暗 疾病夺去了法国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 事实上 每过三个世纪 后来是在17世纪中叶 在法国的某个地方总会发生鼠疫 人口的变化情况为 15世纪50年代 法国人口从14世纪 20年代的2000万左右 降到1000万至1200万 因这一致死 性的传染病造成的人口锐减 时已处于危机中的经济工作中断 在城里 由于需求减少 人力昂贵 许多工厂被迫倒闭 劳动力突然成了稀缺昂贵的商品 在鼠疫中幸存的农民和工人做得很好 他们从突然变化的劳动力市场中获益 工资增加了 生活条件改善了 例如吃肉成为很普通的事 然而他们还是要承受分建阶级 对他们生活标准的苛扣压炸 某些庄园组企图强压农民 为危机付出代价 减少他们的工资 提高封地税负 1351年引入的国家立法 就是对工资封顶 这样的努力一般都于事无补 某些领主所做的适应现状的调整办法 是减少耕作 发展使用劳动力较少的畜牧业 将劳役改为支付现金 或向农民提供优惠的租金来吸引劳动力 还有一些人不愿意让分建利益下降 而更喜欢采用劳祖宗的办法 出击抢劫 百年战争的爆发 可能是由于敌对王朝之间的需求 和反需求的斗争所造成 但同时也是在封建阶级 同时包括许多流离失所的农民和城市市民 许多获取新的生存和支付手段的推动下发生的 对英国人而言 抢劫是重要的 1355年 爱德华三世之子黑王子 在南方抢劫返回时 带回了满满一千节车厢战利品的车队 而抢劫对法国人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交战双方的军队带走了所有拿得动的财富 扣押个人和村落作为人质 并经常将农村劫掠一空 在仅有的和平时期里 退伍士兵们组成警醒的武装团伙 14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截盗者 15世纪20和30年代的八匹者 他们所到之处均遭到破坏 尽管四至五年仅有一年为战争之年 军队数量也相对比较少 最多不超过五万人 但军队的路过逃兵退伍士兵和时刻 都成为人口增减的晴雨表 中央高地巴黎盆地和诺曼底地区 遭受的破坏特别严重 百年战争对诺曼底而言 看成广岛灾难那样的规模 特别是在15世纪 从迪埃普到鲁昂 一位诺曼底的城市居民哀叹道 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辨认得出来的迹象 没有庄园 除了少数强盗之外 没有人烟 全法国路都荒凉的空无一人 被遗弃的村庄 田野和小村子里寻麻和经济重生 成群的野狼出没期间十分凶惨 第二节百年战争 百年战争是1337年至1453年 对于法国人而言 从一开始就是灾难性的 1340年 法国舰队在布鲁日外海被摧毁 爱德华三世的远征军分别于1346年 在克雷西和1356年 在普瓦提埃沉重地击败了法国人 法国由于黑死病的影响 困难日益加重 1347年 加莱落入英国人手中 1358年 好人约翰二世国王被俘 他是1350年至1364年在位 由于没有国王 南部和北部 就是奥克宇地区的南部 和奥伊宇地区的北部 这两个地区的公国煽动改革 而在巴黎 埃迪安马尔赛领导了城市运动 要求更大的自主权 英国人则更是得寸进尺 要求为他们的战利品 支付巨额的赎金 因此税收的压力 在全国引起不满 导致1358年 发生了亚克雷起义 在1360年签署的 布雷迪尼合约中 约翰被迫同意 向英国割让将近三分之一的 亡国土地 斗争不仅是王朝斗争 也是一场内战 法国约翰王的分层 利用他的窘境 扩大自己的势力 路易十世的外甥 路易女儿 然纳之子 同时也是爱弗洛公爵 和诺曼底的大地主 纳瓦尔国王 鄂仁查理 提出了继位的要求 并长期成为 法鲁瓦王朝的肉宗赐 在1341年至1365年间 发生了争夺布雷塔尼爵位 继承权的斗争 亲英国的继承人查理胜出 俨然以独立于法国国王的身份自居 在伯根地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好人约翰的继承者 查理五世 领导了坚决的重整复苏 查理五世是1364年至1380年在位 伟大的军事指挥家 伯兰特 德 盖斯克林 毫不留情地在北方和西南方 驱赶英国人 在14世纪70年代末期 将他们赶回到少数几个港口 查理六世的统治却较为困难 他是1380年至1422年在位 他的叔父们自私的统治 当他赏在冲林时期 即彼此攻坚 尽管查理全面执政时 显示出一定的能力 但他却于1392年开始 精神是长 直到统治末期 只能偶尔地表现得理智一些 他的病态 使得派系之增加剧 在于英格兰休战的1407年 主要的王族斗争突显出来 当时 伯根地公爵 吴魏约翰 组织谋杀他的主要对使头 查理六世的兄弟 奥尔良公爵路易 因法斗争 在一段时间里 因被称为阿尔玛雅克 也就是对奥尔良派的称呼 和伯根地人之间的斗争 而被甩在一旁 1415年 英国人又杀回纠纷之中 亨利五世 也就是英格兰的国王 1413年至1422年在位 亨利五世进入法国 提出王位要求 1415年在阿金库尔战胜法国人 是其有利的一击 1419年 吴魏约翰组织的阿尔玛雅克 谋杀案 促使伯根地人与英国人结盟 他们迫使倒霉的查理六世 将女儿嫁给了亨利五世 勃脱了他自己儿子的继承权 让亨利五世成为其继承人 可怜的王储 即未来的查理七世 只保住了南部领地 查理七世是1422年 至1461年在位 法国北部的大部分领土 落入阳格鲁 伯根地人之首 随着来自 洛林多姆雷米的村姑 曾德的出现 曾德是1413年至1431年 法国人奇迹般的时来运转了 曾德乔装打扮 进入查理的卫队中 帮助他破了奥尔良的围攻 重新鼓起勇 信心的查理 向兰斯挺进 根据当时流行的传说 他是由于上帝的恩赐 而得到加冕 这是保持查理 良好心理状态 和王朝身旺 所必须的 极其重要的步骤 他作为君主的地位 由于传统的礼仪而加强了 他认为自己的事业发展顺利 当奥尔良之义的胜利象征 曾德落入波根帝人的手中时 他有点慌乱 他们将曾德交给了英国人 英国人把他作为巫婆施以火刑 曾德与国王随从中 战成与英国人全面交战的那一小撮人 关系密切 而查理却主张采取外交手段 他的外交有所斩获 1432年 他战胜了布列塔尼公爵 1435年 又把波根帝公爵 好人菲利普 造回了到法国的阵营 好人菲利普是1419年 至1467年 在公爵位 事实证明 靠英国人自己 很难在法国北方以外的地方定居下来 法国人开始采用交土策略 军队所到之处摧毁一切 这既遏制了英国人抢劫战利品的愿望 也破坏了他们的供给线 在15世纪20年代 当英国人企图将一场抢劫战争 变为占领和殖民时 他们激起了反抗 法国国王的封建仪老姨少们 希望独立 而不希望改换统治者 英国人对他们同伙了恩宠 引起当地许多的不满愤恨 英国人的儿子 成为英国辖下的卢尔最严厉的咒骂 当时他们征收的税金 比法国国王收取的还要高 税收的增加 是由于当时战争费用几乎翻了一番 战争方式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 法国人从普瓦提埃和阿赞古尔战役中付出的代价中 吸取了教训 一支精良的法国骑士团被歼命 骑兵作战已经成为过去 骑士们身穿的是沉重的板式铠甲 而不是锁子甲 像抵御弓箭那样来抵御枪要推进的火箭 而禁忌旅作战时 步兵比骑兵更有优势 一旦骑兵从马上掉下来 铠甲使他们无法行动 但是骑兵的消失既是因为军事变革 也是由于政治变化 国王已经不再能够依靠封地 增兵作为召集可靠军队的方法 封建关系的衰落 意味着士兵的甚至包括臣仆的需要得到支付 而且当战利品不可靠时 要用现金支付 尽管代价昂贵 但雇佣军却不总是可靠的 特别是他们在战争尾声中解散 而进行大肆劫掠的时候 自1439年起 查理六世设立了一种直接税 人头税 但正规军无需缴纳此税 查理七世的正规军组成了15世纪40年代 赶走英国人后的法国军队的骨干 他们得到1449年建立的 弓箭手连队和炮兵的加强 德盖斯克兰曾在14世纪70年代 首先使用炮兵 在15世纪40年代 大型火器成为战草战术和工程的关键因素 法国人于1453年 在卡斯蒂戎使用了不下300门大炮 来见证百年战争的最后一役 而英国人已经被赶出诺曼底 正从西南撤退 在欧洲大陆 仅仅保住了加莱的弹丸之地 第三节 王朝复兴 将英国人从法国赶出去的斗争证明 一个进行建立强大的中央集团集权的 王朝实验室建立了 靠设立人头税而创建的正规军 被法鲁瓦王朝发展成 后来成为王家极权主义的一个关键部门 更有代表性的是 军队的经费来源 不必再求助于三级会议 军队被视为王家主权的象征 而不是国家随意指挥的机构 纳税是一种义务 而不是出于好心 极权主义的行政体制的雏形 同时也在这些年代以及1453年以后的几十年中形成 在查理七世和他那轨迹多单 精明过人的继承人路易十一世 就是1461年至1483年在位的 统治时期间 王家顾问团显得封建性较少 但更具官僚特点 国王依靠由专业律师组成的团队提供咨询意见 而几乎不依靠至高气昂的朝城 在王家事务上也有更大的区别 金融和司法的功能是分开的 司法大臣掌管着司法武器 即按照王家法庭的等级所组成 巴黎最高法院最重要 金融是一群金融将军的责任 同时专业机构如省计会 救济院也发展起来 处理金融纠纷和税收事务 地方行政管理也进行了改革 四个主要纳税区或财政区 于1390年成立 这些区画逐步加强 管理也更为复杂 在12世纪创立的 由执政大法官和司法总管掌管的法院 数量增多 业务也在扩大 事实上尽管国家的正式结构日趋官僚化 与此相反的 却是一种非正式的卖官制度在运作 这种做法主要发生在王室宫廷 同时也蔓延到教会及世俗的事务之中 在1438年的布尔日国事造书中 法国国王可以保留对许多高级教会职务的任命 并可动用教会收入 因为他现在有权对此磕税 国王还充分享有 宫廷 军队和官僚体制的官员任命的权利 尽管自16世纪初期 君主已将由组织的脉官御决作为征收的手段 百年战争及其后果导致了一个1420年 看上去已步入末路的王朝东山再起 英国人的问题被解决 但地方贵族的问题仍继续存在 他们反对法鲁瓦王朝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努力 驱赶英国人的行动 使许多分建领祖可以准确计算他们所提供的支付的代价 1440年上层贵族领导了所谓的普拉格里运动 强烈反对军事改革 例如他们用土地行贿 布列塔尼则在15世纪初高度自治 要求分离出去 拥有主权国的地位 他们发展了类似法鲁瓦王朝的中央集权的组织机构 拥有更为专业的行政管理体制 复杂的税务系统 甚至拥有自己的军队 他们的民兵弓箭手的建立 实际上比法国的同类组织早20年 他们的民兵弓箭手是1425年建立的 封地赐给君主年轻的儿子们的地产 依然是以立宪的方式赐予 在此范围内出现了许多 针对法鲁瓦王朝专制的反抗 圣路易的一个兄弟的后裔和昂如的公爵们 是15世纪转折关头的民众动乱的主要活动分子 勒内国王 巴尔和罗林的公爵 普鲁瓦斯伯爵和纳布勒斯的挂名国王 以及昂如公爵 在15世纪中叶 都是欧洲外交和政治的主要角色 然而 对法鲁瓦王朝主要的威胁 无疑是在1363年 被作为封帝赐给约翰二世的一个儿子 勇敢者菲利普的伯根帝 勇敢者菲利普是1364年至1404年在伯爵位 菲利普与弗兰德斯的玛格丽特结婚以后 成为弗兰德斯和阿图瓦大片土地的继承人 他于1384年合法地继承了这些领地 这成为他后来扩张的基础 菲利普的孙子鲁莽查理 1467年至1477年在伯爵位 鲁莽查理继承了业以强大的北部和东部的政权实体 他们之所以成为威胁 并不仅仅在于波根帝领土的大小 伯爵领地的经济实力也非常强大 这一时期 在百年战争的洗劫中受到的损失 小于法鲁瓦政权的新藏地区 当时在弗兰德斯的城市里 聚集了大量的财富 当地建立了与法国国王同样复杂的那一套行政管理体系 即大法官管辖区 独立的司法体系 审计院 地方等级 正规军队等等 波根帝王室当时在欧洲是最为辉煌的 肆无忌惮的增负窦阔 成为统治者 与他过分强大的臣仆 展开微妙战争的战场 模仿是厄意奉承最直接的形式 也是政治野心最可靠的信号 布列塔尼的公爵和阿尔玛雅克伯爵所带的金冠 在正常情况下属于君主专用 在普罗旺斯 勒内国王刻意模仿君王的行为举止 法罗瓦王朝的骑士团被少数国家和准国家所模仿 布列塔尼公爵们从1381年起有了自己的貂皮团 而波根帝则在1429年建有著名的金羊毛团 卢马查理致力于复兴一个位于法国和德国之间的中间国家 洛林 并想得到王室承认他为波根帝国王 他失败了 他的失败和他1477年在南喜城墙外之死 也打破了波根帝人的梦想 法国国王在破裂的波根帝领土上 占领了统治地位 尽管在1485年至1488年的疯狂战争中 他要对抗野心勃勃 想把波根帝失败 转化为自己利益的王国们的努力 在1482年的阿拉斯协议中 君主将波根帝公国 以及索姆河沿岸的城市都并入法国 同时还安排储君 也就是法国王位继承人 与查理女儿和继承人玛丽的婚事 这样一来 弗朗舍孔泰 弗兰德斯和阿图瓦将可能转入法国人手中 由于事情发生了变化 婚礼从未举行 女继承人与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结婚 她的领地作为陪嫁 落入了哈布斯堡 而不是法罗瓦王朝之首 尽管这个计划失败了 15世纪依然见证了法国统治的飞数扩张 14世纪获得的成果还算是很小的 李昂于1312年被兼并 1349年 蒙比利埃也被吞并 同年多菲内 落入法国的控制之下 尽管他保留着作为储君封地的形式 路易十一将该省直接处于王室的控制之下 英格兰和鲁莽查理的失败使王朝的版图扩大到杰内叶 诺曼底和伯根地 封地和其他公爵的土地 复归王室 1450年 阿朗松领地和1473年 昂如领地复归 就是其中的两个例子 1481年 在经历了一番关于继承权的冲突之后 普罗旺斯和洛林的巴尔公爵领地 也均在法国的控制之下 1491年 路易十一的继承者查理巴士 战胜挑战 就是查理巴士是1483年至1498年在位 查理巴士得以取奥地利的 马克西米利安的遗孀 布列塔尼女伯爵安娜为妻 查理的举动确保这个高傲孤立的省份 将来属于法国 查理英年早逝而未留下后裔 使他来自奥尔良家族的侄子 路易十二 离开了自己长期厮守的妻子 改取查理的遗孀 路易十二是1498年至1515年在位 以便控制该省 1532年 这个省完全并入了法国版图 一个像布列塔尼的安娜这样的女人 在国际权力关系的游戏中 只是个道具而已 这是当时许多非常杰出妇女的命运 曾德的榜样在男女两性地位方面 总体上没有什么影响 曾德身穿的男装比他精神上的召唤 更让英格兰法官感到不安 而法国人则可能被他是一个已死去的烈士 而不是抗议妇女地位的活着的问号所感动 女权主义者克里斯蒂娜德比桑的影响力很小 他所写的《女人诚》 1404年 是对男人厌女毕的彻底批判 他对妇女本性被男人而往往是教士的想象 所改变的程度 究竟有多大 进行了令人不安的分析 书上是这样说的 是他一再重复的话 女人偏让他变了样 然而他的信徒寥寥无几 法罗瓦王朝15世纪的扩张 彻底改变了法国的形状和版图 兼并多菲内和普罗旺斯 加上对洛林的遮遮掩掩的兼并 代表了在六个世纪前的843年 在凡尔登解决边界问题上 第一次重大的决裂 这些地区以高度实用主义的方式 被兼并到法国 地方自治得到尊重 是为了培养中性度的需要 各省允许成立自己的最高法院 图鲁兹于1443年成立 格列诺布尔于1456年成立 蒂荣于1477年成立 埃克斯于1501年成立 卢昂于1515年成立 雷恩于1551年成立 等等 以及往往都拥有自己的审计院和救济院 在某些情况下 这是新的管理机构 在另一些情况下 这是对法国控制前已有的管理机构的官方支持 投奔法兰西国王的各省也被允许保留他们的代表大会或是分地 所以 伯根底在1477年被兼并 后封地仍然保留 多菲内 普罗旺斯 和布列塔尼也同样如此 在16世纪时 王室颁布编撰习惯 习惯法时 也遵循同样的原则 各省民众 法律专家 居科捷 也 辩称 有权制定属于自己习惯的法律 到1789年时 约有近百种类似汇编的文件 具有地方法律效力 地区身份的意识 就是在这种行政体制的基础上 缓慢地发展起来的